我的图语名字是斯伯,我的中文名字是西西。 我是去年的入月份开始上海商店电力运营公司, 土耳其分公司的总部做中文通文翻译工作。 上海电力很多的让媒电厂集图, 只有上海电力的土耳其的工库投资的, 前世是261万千万的媒电集图, 是中国期间在土耳其的最大的直接的投资项目。 中国企业的工作的风味很不错的, 中国人虽然很专业的人也是特别谦虚的, 我的爱人就是我的老公和我们一起入住上海商店电力, 他也是特别满意的, 每天了解中国人的工作的角度,工作的态度, 还有他们的文化。 公司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蛮大的。 我们的公司是化电的一个项目, 满足土耳其田里的需求, 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 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项目类似, 它的基础是很少的, 所以我们的国家还是特别需要田里的, 也给我们一份很好的工作的机会。 这样子下来的经济的状态也是改善了, 包括我也一样。 所以也很感谢中国人这个投资。 而且我们这家商店是对生态环境比较重视的。 2011年到2012年, 在中国的天津南开大学, 不学中文。 是我自己喜欢的是中国的, 它也是比较多的, 最喜欢的可能是胶子。 因为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, 中国朋友们请我一起饱胶子的。 我还是喜欢吃这个北京的烤鸭和火锅的。 我的国家没有是这样子的一个塞的, 但是中国我第一次看到了, 我特别羡慕的。 我和老公是特别开心的, 加入这个上海商店的公司一起, 得到了和中国人一起工作的机会的。 用我们的双手来共同转载文物公司的美好的明天。 我还是讨论的。 你不骔天。 你不骔天, 你不骔天。 感谢观看